你怎样看现在的地缘风险是否已经逐步降温呢? 当然我觉得是否完全没有风险还是难说 始终这一刻还是打紧 或者虽然说消息面上看 都说乌克兰受到几个小时 可能在几个小时里面都会落入俄罗斯手中 似乎乌克兰被人所谓禁止打的机会都是偏大的 但是始终为什么昨晚外围来说 可能美股尼尾会收回上升呢? 或者看到导星之余的纳指升超过3% 那么夸张呢? 我想最主要因为有些因素上 大家觉得这个事件一来不会困扰太久 其实本来我想一来乌和的局势好 地缘局势的北运都好 其实一直以来历史上 这些地缘局势不会搞太久 其实本来打了这个看法也是这样的 更何况昨晚最明显的就是 当昨天或者俄罗斯开始打乌克兰之后 虽然昨天日间我们香港时间 日后来说很多消息不断是在出来 或者是看到港股越来越差的反应 但是起码昨晚来说 比如欧美那边的方向 特别是美国 其实似乎实际用军事上去解决这件事的机率 大家觉得是比较低的 因为始终他都说了 暂时不会直接派军去帮乌克兰 只是可能派多几千军力 是放在德国那边做另一个准备 但是特别都是为了欧洲一些盟友为主 不是说为了一些乌克兰去打回俄罗斯 反而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透过一些 所谓制裁的动作去加大 例如昨晚我说到再加大俄罗斯不同的制裁 可能限制用一些日元、欧元、美金 那些汇出汇入的情况 也都限制俄罗斯当地银行 一些在美国的资产 其实这些有很多不同的途径 去所谓抵制俄罗斯这个动作 但是在军事上真的开火那样东西 似乎就不会这么直接 连带了美国之外 其实看到北日那边 都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其实今早上见到news都挺有趣 或者这么说 就是乌克兰自己那边的种族都说到 其实现在都被北约遗弃了 因为其实他再次问回 就是27个北约国家 究竟是不是被乌克兰入 其实都没有得到回复 所以似乎大家会觉得去到这一刻 所谓真正开火之后 似乎大家真的想 就是譬如你北约好、美国好 真的想用军事上去帮乌克兰 继续互相去开火 想打那个因素 似乎是比较微 所以变成 如果大家这一刻 觉得就是没有一些延续性的开火 可能只是俄罗斯 和娃娜两边自己去打的话 其实实力上是比较懸殊的 如果比较懸殊上看的话 其实应该就很快是搞定的 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如果 如果在这个开火角度来说 大家觉得 这么快能够是真的有机会平息的话 那自然你看到 昨晚的确 美市来计算 美股是慢慢是摇上来 所以如果你说这一刻来说 大家都还是这样反应的 那我觉得对整个环球的市况上 会比较短暂性一些 那当然这个大家都还是想想一下 就是因为始终 美股都仍是望着就是加息 甚至乎 那个资金面的情况是如何 那但是短期就着这个断局势不稳 那个波动性加剧 都是有这样的机会先